欢迎大家回来脆味厨房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蕾子馅的月饼 连用吃得多了,转下吃蕾子 最好就是蕾子干 蕾子干比起现在比蕾子干好多 大家用蕾子干比用新鲜蕾子 因为新鲜蕾子太麻烦了 蕾子干比蕾子干更香 如果大家喜欢吃蕾子干的话 不妨一定要试一下蕾子用的月饼 吃起来比蕾子好多 用15克蕾子干用热水浸几个小时 然后把蕾子拿出来 蕾子会影响蕾子的蕾子 蕾子很有益 有很多药物素 包括高血压 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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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糖 但这 уп BTS 尽量对蕾子 码 放在淋植子上就可以關火 關火後,這裡還有很多水 水不要浪費,這些水是很香栗子和很甜的栗子味 然後我們就拿去攪碎 攪碎,最好是用這種手攪盤機攪 很快和很綿 攪到上下,如果你看見它太缺 我們可以加一點清水 生水、熟水都不重要 直至攪到綿為止 如果你怕它不綿,可以用西格 但是用這種攪拌機攪,就不需要攪拌 攪到真的變了醬 水多就不重要,不過是煮久了少少 但是攪出來,它就是很綿 如果大家買到這種手攪拌機 你就買這種最好用 不需要買太貴的,我在Castro買 減價30元,如果不減價 都是在40元左右,亞馬遜也有 這種攪拌機是很好用的 它有打雞爛糕和可以幫你打稅 有幾個網友問我,買多少錢 什麼牌子 我買了這個,用了三四年的刀 還用好利 還有,我經常是攪拌水果來喝 把打碎的栗子,倒入鍋裡 然後開著火,讓它滾 煮得差不多,我們才放入鍋裡 因為攪拌栗子,我們要放多水 它才會綿 所以就比較耐煮 煮久一點,然後放入鍋裡 放入鍋裡 放入鍋裡後,攪拌到鍋裡 完全混沌 開慢慢的火,不要開太猛 有機會放在鍋裡 這時候,我去準備一些粉 先倒麵粉和高粉 再加上澱粉 再加上生油 拌勻 我這裡有減油 如果大家想不吃太多油 就像我這個份量做的 粉比較缺少少 但如果喜歡吃油 就加10-20克油 也不要緊 月餅就是油多 所以也不太有益 現在我攪拌到它均勻之後 我就放在這裡 備用 我就去看看那些餡 那些餡料煮成怎樣 現在開始我慢慢煮到鍋裡 像上下,月 我們先不要放些粉 如果太稀 你放些粉 就做出來的月餅 是會塌的 塌的 塌的 就是它會肥了出來 薄了 又不漂亮 還有有機會要大份量 現在我們放了那些粉 下去之後 我們要慢火 慢慢攪拌 攪拌 就可以了 大概都要10分鐘 時間 萬一如果稀 你放些粉 下去 你就要慢慢攪拌 有可能會攪拌 半小時 因為放了粉 下去 就很難乾 只要這樣摺 摺到直至乾為止 現在我們撕它 就看它怎樣為止 可以了 我就先用手 捏一捏 讓它站 如果用手指 撕起餡 蟹不掉下來 就是蟹夠光 如果蟹不掉下來 如果蟹掉下來 就是蟹要再煮多 10分鐘 蟹就煮好了 我們就關火 就攪拌它 煮魚餅 最好一兩天 煮魚餅 好 醃 如果蟹蟹就不太好 現在我處理鹹蛋 拿起蛋白之後 我們就用水洗一兩水 然後給一匙白酒 混合 混合 混合之後 蛋黃就不會太腥 然後我們把它放入蒸 蒸10分钟 如果你们喜欢用焗炉焗也是可以 但是焗炉就要看似火 如果焗太久它就会硬的 现在我就拿去蒸 蒸了10分钟 我就拿出来放冻它 然后就秤馅了 150克的鱼饼 我就秤馅是100克加蛋 然后我就搓完它 我今天做两个150克 其余那些我就做完米里50克的鱼饼 然后我就切三分一或者半个蛋 秤馅是30克的 鱼饼是50克 开始就搓到饼饼 就把面粉倒上桌子 然后我们把糖胶倒入面粉 然后我就要半勺欠水 然后就搓bread 然后一搓一面 然后把面粉混和糖 참鱼 搓红手作终于搓软 不要弄得太大力 如果拆太用力, 它就會很硬 起了筋, 會很難包熱餅 如果它濕, 黏手很厲害 就可以加少許乾粉 但是不要加太多 寧願它濕, 包乾的時候 可以加多些乾粉 現在我將粉拆一面接一面拆 但是拆到它, 完全看見油 起了出來, 即是一塊餅就可以了 記住不要加太多乾粉 我就拆慣了, 我就知道粉 加多少是否乾或濕 大家千萬不要加太多乾粉 之後我們用保鮮紙, 包裹半小時 如果沒有保鮮紙, 就用濕毛巾 但是最少半小時 多過半小時都不要緊 你做的時候, 一定要用保鮮紙蓋住它 這樣就不會乾的了 30分鐘的時間到了 好, 我們就用粉拆來 但現在它是黏黏的 所以我就給多一點乾粉拆 萬一如果大家拆的時候 覺得它是乾的 都不要緊的 有得夠的 你就放半茶匙的水 再拆它, 它就會濕回 其實做得多有經驗, 你不用怕的 現在我就把粉拆開 然後我就剩50克一塊的餅皮 我就做得150克, 所以我切兩塊 拆完之後呢 我就把餅皮壓薄去 壓薄之後呢 然後我們放餅上去 慢慢來這樣包 大家不要用光去壓 粉拆, 壓到二塊 太大都很濃 現在我們要這樣 慢慢來 拉屁股上去 它就很滑 大家做篇篇 有出問題 你會在網上去 寄信訊欄 寄信訊欄 或者留言給我 我會答你們 我都希望大家做篇篇 一個很漂亮的月餅 尤其是今天我做這個 栗子餡的月餅 我都花了很多心思 來試做的 我都趕至中秋節 給大家試一下 希望大家試到這個餅 就一定都做 把餅吃出來 真的很好吃 好滑 又滑了年始很多 好了, 現在的餅就埋了口 我們把它搓完之後 把餅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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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刮到 就得到 現在我們把餅乾淨幾下 然後拿出來 餅乾淨就好漂亮 你看見的花紋 很清淨 我們把餅乾淨 不要太大力 用音力 把餅乾淨幾下 現在我把餅乾淨 放在盤上 盤上 盤上最好是放在油紙 如果大家沒有油紙 可以塗一點油 在盤上 這樣就可以了 我把粉皮分開 小米米餅乾淨 我做個餅乾淨 50克 我把餅乾淨 切皮 20-22克 一個 現在我先切完 之後 我把餅乾淨 如果大家想切完 就最好一面 一面用保鮮紙 蓋上一面 盤上一面 蓋上一面 蓋上一面 就這樣看起來 慢慢熟透 做小餅點 因為大餅乾淨 因為小culos我真是喜歡做大餅 我現在用了小餅乾淨 然後我先蓋上一面 給乾淨 放在外面 讓它沒有黏 然後放在桌上 搓上去,讓帽子吸進去比較容易 不會刮爛皮 現在吸進去,兩三下 輕輕手就可以了 拿出來的花紋就很漂亮了 現在的餅我全部做好了 放進焗爐之前,最好是用竹籤刮一刮 因為焗的時候,裡面有空氣 會令餅餅和皮是分開的 就沒有那麼好吃的 放進焗爐之前 先熱熱的焗爐是375F 190C,焗它12分鐘 焗了12分鐘之後 我們現在拿出來,先噴水 噴了水之後,餅會抗低了熱度 我們掃蛋,蛋就不會熟 如果你不噴,也是可以的 你要放十幾分鐘才可以掃蛋 我們掃蛋時,就掃一層薄薄 最重要就是掃在那些花的粒子裡 掃到它會均勻 如果你掃得不均勻 焗出來就有兩樣色 看見就像老鼠皮一樣的 所以掃蛋不用掃多,薄薄就可以了 掃完之後,我們就檢查一下底 如果底太黃,我們放進焗爐的底底 放進去之前,在焗爐的底底 放涼水 放清水進去,冷熱都無所謂 我們只需要隔著那個餅 讓它不要再焦或更加黃 現在我就減低了焗爐305F 即是175C,焗它10分鐘 在焗的時間,我們要注意 它如果未到10分鐘的黃 我們都要拿出來的 因為焗爐大小,是不同的火力的 現在做出來的月餅 看見顏色是很漂亮的 很均勻,掃蛋就沒有老虎皮了 月餅始終是要放一晚給它回油 切出來才是好吃的 如果新鮮食,皮會比較脆 這些焗爐,我就自己浸了五個星期 它亦是出很多油的 其實浸焗爐,不需要放其他東西進去浸 都是很漂亮的 只是給魚水就可以了 每年我都是接魚餅來做的 大多數我都有做圓融 但是今年的年糞便比較貴 還有我就試一下這個栗子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所以今年我也是做栗子 多一點啦 不要錯過這個栗子餡的魚餅 一定要試做,它軟熟起來 是很好吃的 多謝大家支持 哪位網友未訂閱呢 就幫我按下小鈴鐺 有新節目我就會通知大家 還有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給我 或者上去我這個脆味廚房的Gmail那裡 你可以拍照、錄音給我 多謝大家,中秋節快樂